今天進度,其實我們今天主要都是在補足測試案例的一部分 這個是原本在Github上的測試案例 那這個就是我之前上次取的例子 那原本是一個14歲的勞工,然後有一些條件 那經過今天之後呢,我們補足了非常多的測試案例 那這個測試案例,除了它違反多少以外 而且它依照勞基法,然後開法的法則全部都顯量去的 那同時我們也補足了非常非常多 我之前沒有考慮過的Case 而且我們在這邊發現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譬如說你在特休的時候啊 我們看了勞基法 我們看了勞基法之後突然發現一個很奇怪的規定 就是假如說你是供用事業的勞工的話 主管機關可以就是要求你取向你的特休假 而不用經過你的同意 在勞基法之一這樣,而且是合法的 對,那這就很奇怪 所以說假如說今天台鐵員工臨時說他們要休假 他們要休假的話,但是其實 交通部其實是可以取消他的假期 要他回來,而且還是合法的狀況 就是規定在勞基法裡面 那我們在測試程式的時候 還看了很多各式各樣器管理 那算是還蠻有輕度的 而且測試案例補足非常多 那我要講一個別的事情 其實大家對這個專案 其實更有興趣的是我們這個測試框架 其實還蠻有意思的 其實你們看到這邊的敘述 其實它是一個spec,然後它是可以被PASS出來 然後變成一個空白的測試案例 然後我們使用是CubeConver這個框架 所以說這個不只是一個敘述而已 它到最後你假如說你跑測試的時候呢 它會把這些測試案例全部都PASS出來 然後跟你講說OK 你的哪些test case有哪些步驟還沒有定義 然後就會給你一個空白的code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code 然後放到你的test case裡面去 它就會變成一個你的test case 然後你只要把你的程式都填進去就好 所以說它跑的時候呢 它跑的時候它就會變成這樣 就一個場景 然後就真的真的 然後到這一步的時候就錯了 或是有些是黃色的部分 黃色的部分就是你還沒有 你還沒有increment它 或是它還是pending的狀況 所以利用這個方式呢 我就是希望 利用CubeConver可以在 AA技術人跟技術人之間 就是搭起一個橋樑 就是大家既可以使用一個比較 比較像是一般敘述的方式來撰寫test case 然後 功能是也可以利用這個stack 然後 可以讓我們繼續 接下來去寫test case 跟increment我們的AVI 好 那我們今天請坐到這邊 謝謝 好